这家苗栗后龙镇的七十年历史饼店 也借由一化改变了老店的风貌 原本他们的买气只局限在当地 但是因为参加了经济部中小企业处 一化辅导打开了网络的市场 加上借由举办了都记玄美啦 正妹代言等等这些活动 增加了跟网友之间的互动机会 于是开始让订单大幅增加 业绩成长至少两成以上 随着棍绿节奏轻轻甩动 竹筛里头的饼像是被湿了魔法一样 一个跟着一个 为着圆心全都集中在一起 这个动作台湾话叫做打麻 主要是把芝麻要沾上去的 那个台湾话就是都打麻 来 如果做好要打麻 打麻就用这个感冒 这样的技法在讲求产能的工商社会 当然已经很难看到 但这家饼店的老板陈昭雄 至今还是坚持传统 因为他身上所肩负的 可是父亲传下来的七十年老招牌 我爸爸常常跟我讲过一句话 他说他把那个翻书品 就传下来给我 那我是不是自己也要有一点东西说 把新的东西 把新的创意把它弄出来 把它做出来以后 以后是不是有机会的话 就留给第三代 让他们去发扬光大 老板所说的新创意 就是他手上这一颗颗圆滚滚的酥笔 但仔细一瞧 馅料可不是传统的豆沙馅 里头竟然还加了东港名产樱花虾 它是牛奶的十倍 鸡蛋的四十倍 那个钙的成分 那我想说把这么比较高级的食材 带到那个食材里面去的话 应该会让消费者有一种 养生跟健康的概念 把它把这个元素加进去 虾米香气融合在微甜的馅料中 滋味为咸为甜 名字也很有趣叫做海角酥 这七十年历史的苗栗厚龙老饼店 果然飘出了不一样的香气 你好 欢迎光临 总是有熟悉门道的客人 固定被这饼箱给吸引上门 这是老店七十年来 不曾改变的情景 我以前在这里大过 现在回来回来再买 它的面子都很好吃 我要去办法亲戚朋友 我都到他们这里买伴手饼 然后去婚送我的亲戚朋友 这是土宅拼 土宅拼 中包肉豆 这种是包金粿两种 这个比较新的口味 忙着向客人介绍产品 她是大女儿陈佩琪 是老店的第三代 两年前她辞去工作 回到老店帮忙 也正因为接触了老店的经营 她对爷爷留下来的家传事业 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我待过很多地方 然后就觉得说 其实人家可以做这么好 那为什么我们不行 就是这么一个单纯的想法 陈佩琪和两个弟弟 想用网路为老店寻找新的出口 因此接触了经济部中小企业处的辅导计划 但万事起头难 光是要过老爸这一关 年轻一辈们就花了一番力气 一开始在做的时候她会说 啊 做的不好 你都要骗了 你做什么 你店银够好就好了 店银够有点 店银够好人家就会来了 那都骗了 你不要去做那 可是我还是很坚持相信我自己的想法 我自己之前弄过一个官网 也没有什么效果 那有时候我们只是说一个梦想而已 所以我就比较不相信 当初就不相信那个医化的功能 有那么伟大 没想到刚开始对网路的质疑 却因为医化情况完全改变 苗栗后龙的老饼店 吸引了更多的年轻客群 我这个店在苗栗后龙这边 比较乡下 人口比较少 所以变成说我们的商机也是 不怎么好 那我们都是要靠我们品牌 就是那些老顾客 渐渐的我们有医化了以后 我们得到那个网友的青睐 那变成说网友会一直来 跟我们这边来做一个销费 开始将自家产品放上网路销售后 陈老板借由网路 打开了广大市场 再加上去上了说故事行销的课程 更加了解怎么包装产品的故事 还有与网友互动的技巧 因此业绩至少成长两成 他还建立购物车机制 方便客人从网路下单 透过email联系 减少行销和联络上的成本支出 网站的包括我们的流量 还有网路订购下单 还有上面的一些讯息的公布 都可以随时这样去做 所以那当然对我们的帮助就很大了 这样的帮助真的很大 因为就连店里的老客人 也都可以透过网路订购 将老店的酥饼 用宅配寄给远方的亲友分享 他们用网路 我们都如果有起来就拿起来 有点就会夹起来 原本对电脑一窍不通 连开机都不会的老板娘 居然也开始使用电脑结账系统 网路宅配 好 谢谢光临 谢谢 那就慢慢的恶 慢慢的恶 就恶一些那些 人来购的 要他学习习习 我就会感到恶 连人也跟着一化起来 但老店的创新 还不止这几招而已 几个可爱的小弟弟 露出圆圆的小肚脐 这不是肚脐学美比赛 而是老店和大学生合作 想出来的Kuso创意 卖肚脐饼结合肚脐学美 这样的点子果然让老店 在网路世界里一炮而红 有在网路上有做活动 就是像肚脐饼的征选活动 还是做一些正妹代言吃饼的 或者是说我们会做 一些什么小故事之类的 不只成立官网 老店还懂得敢流行 成立Facebook粉丝团 增加和网友之间的互动平台 一方面是曝光 一方面是让网友认识你 他想要来了解你 想要来跟你互动 你才会 他才会回流到你的官网 才会去下订单这个动作 从店面红到网路 回到老店帮忙的陈佩琪 对于老店一化之后的改变 他很有信心 也有了新目标 让他原本很古早味的东西 变成是一个精品 这是我们未来的区域 我未来的梦想 就是希望能够达成这样 靠着一条网路线 不止这70年的老店 有了新风貌 而这原本属于 苗林厚龙人的浓浓饼箱 也能飘香到全台各地 跟更多的人一起分享